这两天珠海航展,是距离狂化的日子,举作也很激动,今天举作就跟大家说说航展的事情。 珠海航展,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从1996年举办第一届起,到现在已经是第十二届了,举作很感慨啊,是到二十多年前的第一届珠海航展什么样吗? 当时由于是第一届,只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家航空航天厂商参展。 那个时候航展上的飞机都有什么?国外的派了SU-27、SU-30、12-78来参展,而中国的是歼8M型战斗机、直九型直升机、运式二运输机。 这是代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几架飞机。 但是,再看看二十二年后的珠海航展,大便要哪? 盛况空前,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七百多家展商参展。 参展的国内外个型飞机超过一百四十架,而这次参展的中国飞机,也更新化大。 大展雄风、夺元眼球、尖二十、运二十、运九、轰六K、空进减五百、尖一零零B、尖零CA、知识K、知识九等空军现役机型、FPC-2000G、骁龙等外貌机型都有参展。 相对以前来讲,内容非常丰富,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质的提升。 尖10比,全场最亮的仔就是我,航展第一天开幕式,差进风头的莫过于尖10B了,它的亮点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其次它是矢量技术验证机,尖10比推力矢量验证机这是第一次给大家表演。 果然表现出色,只见台拖着菜烟,摇眼路狼头激动,大营角360度轰转,落叶飘,眼镜蛇,都一连串典型过失速激动飞行动作。 这帅气的飞行动作让举座很是激动,连连称赞,前方高能,漂亮警告,眼花缭乱,哎哟,这个飞机飞得这么轻巧,这么重的一个飞机,飞起来以后非常的轻巧,优雅,漂亮,帅气,好看,好看。 尖10比他为什么让大家震惊呢? 不仅因为他装了10辆发动机,还因为他在航甲上,做出了和苏道27相同的过失速激动飞行动作,这就牵扯到一个新名词,什么叫10辆推力发动机,通俗点讲就是通过改变推力,来让他改变方向,实现空中激动的一种方法。 想想看,尖10比,他比苏27要小,要轻,还只有一个发动机,他的推重比不如苏道27巧,但是还能够做出这样轻盈的,欢快的,灵巧的这样一连串的动作,这说明啥? 这不仅是飞行员的技术非常鲜熟,更重要的是这个水量推力,发动机技术太厉害了,这种空中跳舞的动作,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人觉得这机动性太好了,也有人认为这个作战的时候有用吗?是不是花全修腿花架子?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是一派,美国和北约是一派。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这个太厉害了,体现战机的机动性。 所以在推力使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美国和北约国家认为,这就是花全修腿。 现在战机强调的不是机动性,而是空中的隐身能力,发射导弹后不管的能力。 俄罗斯曾经用苏的20机与美国空军的F-15进行了飞行演练,然后发现十次相同的机动动作中,有九次苏的20机获胜。 俄罗斯人认为,机动是空战中胜利的重要因素。 所以说,前10B三代机,他如果实现了高速机动,能够装一些实量发动机,能提升他的机动性。 将来他在与敌人的三代机,甚至三代半战机进行进制格斗。 中距,远去对抗的时候他会占有很大的机动能力。 前20,低调升华有内涵,我才是大牢。 这次肩10B住进风头,肩20略显没落,有人说肩20的动作不如肩10B的观赏性强,这让肩20很是受伤。 冥冥之前还喊人家小甜甜,好委屈。 黑丝带肩20很厉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2016年11月,肩20首次亮相中海航展,首次公开飞行展示,让无数军迷为之惊叹。 视频中军迷们的呐喊声,也让人热泪盈眶。 这次,肩20首次翼编队飞行展示,三架肩20战机,以舰队密集队形进场,先后完成了双击低空盘旋上升转弯,单击大仰脚拉起,垂直爬升等飞行动作。 虽然肩20的飞行动作不如肩10B那样惊艳,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肩20是四代机,肩10B是三代改,肩是它再谋改,也改不成隐身的四代机,隐身的四代机,隐身。 四代机肩20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 一个是批量生产,定型之后批量生产,一个是加速形成初始作战能力,研究一些战法,作战武器,电子战等等形成作战能力。 如果未来换装肩10B这样的推力是量发动机之后呢? 它的机动性有可能更进一步提升。 当然对于肩20来讲,它不再强调像肩10B这样的机动性,隐身才是第一位的,隐身以后可以远距离发现敌人,而敌人发现不了它,然后发射导弹率先干掉敌人。 其次,就是它要成为空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平台,锻炼电子战,指挥控制能力和超视距作战能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句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用来形容中国航天工业也很合适。 1987年,我们国家第一次派飞机去参加航展,当时是巴林航展,航展上最拉翁的是法国打索公司,展示的最新年发的阵风战机。 作为三代机,什么电船操控系统,集成魔鬼化电子设备,等等都非常先进。 但是这些技术在当时我们都还没怎么发展。 看看先进的阵风战机,再看看我们参战的飞机,尖叫七教练机,强五超音速攻击机, 前七米战斗机,尖八II战斗机,这其中间七,尖八II也只是二代机。 局座很感慨,从第一次出国参战,到现在我们自己举办航展,这才三十年。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卧薪强胆,我们自己现在终于搞出了我们自己的尖10B、尖20这样的飞机。 航展上尖10B使用电正机的经验亮相,尖20的直冲云霄,尖20的昆蓬展示,都说明中国航空工业的巨大发展。 虽然,在战斗机方面,我们现在比起美国、俄罗斯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起码我们有次待机了,其他一些国家都没有,而且以后我们的进步还会非常快低。 中国战机,未来可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